嗨 大家好 我是歐馬 最近很多北部的旅館不是轉型做為防疫旅館 不然就是部分拿出來做長租公寓或者是開始賣便當 但是呢這麼大的一個營運空間 這樣做似乎有點浪費 有沒有一些更好的國化的營運模式呢? 今天呢我們就來看看 在歐洲有一間旅館 將它的客房轉型做為餐廳的包廂 而且呢美美開放一定爆滿喔 比利時的設計旅館Cubic 把客房轉型成包廂餐廳 過去一年疫情起伏不定 餐廳酒吧也無妨正常的營運 沒有房客複設餐廳也無法開放的Cubic 因此萌生了把閒置客房轉型成餐廳包廂的念頭 優於Cubic本來就是平價精品酒店 而且環保的綠色概念非常受到旅客的認同 每間房間都有相當獨特的設計 因此很多旅客都當成地標一樣朝聖 甚至光顧多次就是為了要體驗不同房間的氛圍 旅館也跟社區緊密的結合 展示在地藝術家的作品 以及遊民的攝影作品 因此也非常受到當地居民的歡迎 旅館總經理索性將其中23間客房的床鋪移走 改放餐桌 每週六看放用餐 客房走到打上暗紅色的燈光 影響播放放鬆的爵士樂 走進房間內擺設也多了變化 除了暗昏的燈光 桌上還點了蠟燭 氣氛瞬間浪漫了起來 位在首都布魯塞爾的Cubic 最近推出這項新的服務 讓房客搖身一變成為用餐包廂 兼顧防疫 又讓顧客享受出門用餐的感覺 獲得不少的好評 顧客不用擔心違反防疫規定 因為在客房用餐不用跟陌生人共處一室 可以充分的搭蛋美食 這項服務推出後呢 獲得不少的好評 Cubic 的生意也有了起色 同業也開始仿效 希望將客房變包廂的點子 也替他們教會顧客 度過疫情這個大挑戰 我有觀察到呢 這次台灣的一些五星級酒店 有提供類似的服務 但是比較不同之處在於 這些五星級酒店可以提供非常豪華 然後豐富的菜色 但是客房的部分可能就是安排那種一般的客房 充其一樣就是讓這些顧客呢 可以在裡面就是安全的用餐 但是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那Cubic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把整個用餐的氛圍跟體驗做得很好 那這個也是呢 顧客不斷願意去上人級消費的原因 那我相信Cubic 今天他推出這個服務 然後爆紅之後 未來呢也不排除可以繼續的 一直提供這樣的服務 搞不好可以變成他們整個營運的一個很厲害的模式之一喔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